大家好我是宝君 今天来说一说 讲词被旁边压在省下的国产恐怖片 《阴阳先生》 话说阴阳先生的拳单 精通周易八卦 风水秘书 年纪情景 就已经走到业务满天下 菜园滚滚来 酸民占卜什么的 看阴阳就能知晓命格 阴阳在风水的好怀 随便过了盘就知己修 至于曲解宝平安之类的 各种法际和辅助 也是应有尽有 全国包有 卖五百送一百 还免费做这种开缸红手绳 全弹发现坟地所在的地方 是一个养尸体 这里四面环山 散养聚匀 尸体会干而不服 时间长了之后 有可能就会变成僵尸 果不其然开关一开 老太爷已经成了僵尸一个 全弹建议究地火化 一防尸变 但村长却打死都不同意 最后只好用辅助和糯米 暂时缝运住 并且叮嘱村长 到了晚上的时候 千万不要被月光照到尸体 之后村长宴请村民 拜了两大桌韭菜 从中我和到了大晚上 一直没停过 忘记了尸体还在棺材那里亮着 尸体吸收了月光之息 很快就复活了过来 但因为有符咒镇压着 老师想溜也溜不出来 在大棚这档月光的时候 其中一个家伙 不小心弄掉了一档符咒 老师终于带着机会溜了出来 见人就想咬上一口 一看这小娃和小微 这两个重心率 血缘太轻可能不太好下口 尤其是小微的这个身形 已经膨胀到变形 一口下去 有可能随时会换上三高 于是转而咬上了其他村民 拳蛋得知十遍的消息 马上开谈做法 等大老师自动送上尾 这家伙像是扶着一张黑面膜一样 又蹦又跳的杀了出来 估计是刚从泥巴地里溜回来的 拳蛋叫外出哪吒辅助 打算撕探一下对方虚实 没想到事都还没事 就被老师瞬间打上了天 面对一大波僵尸的攻击 拳蛋又撒出五毛特效的灵斧针 最后僵尸小弟是搞定了 但老师却啥事都没有 黑狗吸走到小弟们的时期 威力瞬间大增 终于拳蛋为了不轻自出马 各种传统法器 耍狼的是有模有样 但是不管用 拳脚功夫 也是硬瞧一马的样子 也是不管用 无奈又只得倾出辅助 天平前地上起起杀刀 联手硬钢老师 只是老师是咒服夜出的威猛生物 一到晚上就被的龙金虎猛 再加上吸收了僵尸小弟的石器 全身遭引惊气爆棚 就像吃了过期唇药一样 全部一起上 也不一定干得过他 一旁的小微 甚至大使鸭时蟹的道理 迈着轻盈的步伐 抖动着膨胀的肉身 毫无不留贴人在老师上面 压得老师 差一点捧出一口成年老血 最后用着合力制服老师 拳蛋趁机用刀 抹凭他的疗牙 一个大招 就给了对方抱成杂杂 全篇结束 看完后 我只想说 影片有三个小故事主持 每个故事各自独立 又相互联系 主演彭雨时 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 拍过一系列 僵尸和道士类的网络电影 像什么道士出展系列 毛山道士等等 都是比较为人熟知的作品 被人称为网络大电影一哥